Yo What's up? You're watching 你們在看的是 看著的 玩具TV Toys AV 玩具電視 我們繼續要掌聲歡迎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品牌玩具協會 在2020年成立 短短三年間 其實這個品牌會員人數 已經累積有40多個 這實際上的成績了 今年HKBTA 再次凝聚其他品牌會員 再度參與 參展數目 多達81個 以下歡迎香港品牌 玩具協會的會長 Soup Studio創辦 莊佳仁先生 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次HKBTA的活動是怎樣 謝謝 謝謝 香港品牌玩具協會 以下限制HKBTA 今年集結合19個品牌 玩具公司 參與香港共晚 電玩截2035 參展攤位高達81個 展示729級港幣 今屆ACGHK 同HKBTA 品牌玩具協會 推出不少限量的 特別版產品 吸引人做玩具粉絲 因為時間有限 但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 部分重點的產品 Soup Studio推出 Brockbox Series Figure Soup Studio特別大力 招攏50款 生產品的每場展出 當中包括今年 A.C.G.H.K. 還要推介的 新型的Brockbox Series 這個產品的過年 來自千年萬化形態 普通所代表的Brockbox 同時也代表著產品 生產過程 和脫補時 而發出的 清除聲音 Brock一聲 瞬間就能創造出 不同的有趣的角色 帶來二二一生的視覺向上 接著下來就是 3.0和日本原影師 大山王合作 先讓我推出 拖累落版本的 3.0 成大山王 暗黑巴魯塔菲甲 都大和好評 今年原來 ACG.H.K.再度其手 推出100隻灰牆 判定展映版本 採用高難度全瓦克圖作 呈現更加細理 機肉質感與物理 展映版本重現 特色片 片頭的視覺效果 更附有原形製作 大山龍的大油爪背景 大大大高期收藏價值 接著是 Tiley美影重點推出 《香港重機》 版本第二版 並於ACG.H.K.進行 搜賣《香港重機》 由Felix Yip 葉偉青先生設計 靈感取材至 生活中常見的本土元素 和童年回憶 創作出一系列充滿港利的 土砲機械角色 碼合一套十款 其中百合一個印障版 限量生產 九百九十九套 接著是 簽證電和Fing Toys 今晚都會繼續參與 分別為粉絲帶來 萬威和現金國的限量商品 在動漫節一天開始發售 最後HKPTA會員推出的 換句大多分文進落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認著我們HKPTA的 GOOF 到時我們會又掛念BTA 多謝各位 我接下來的介紹就是 香港漫畫界的一個非常 重點的發展項目 就是由香港動漫畫聯會 舉辦的一個 港漫動力 香港漫畫支援計劃 至2021年舉辦 之後獲得一次的保險 今年再接再例 第二屆的港漫動力 將會在動漫節推出 15本全新的原創漫畫 這個時間有請 第二屆的港漫動力 香港漫畫支援計劃 香港動漫畫聯會會會長 溫士龍智先生 和我們分享一下 當中的發展方向和好消息 有請 各位傳媒朋友 董家登大家好 港漫動力是在2021年 由香港漫畫聯會 拆動主辦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意香港 去全力支援的一個漫畫支援計劃 目的就是 推動香港年輕人 和有能力的漫畫家 去全新創作他們的漫畫故事 第一屆就是 在去年的動漫連會設 已經成功舉辦 推出了15本的畫作品 如果有留意漫畫的朋友 應該有看過相關的這些書項 去年的作品 反應是十分好 大家應該有些印象 還有令國特工 阿曼曾的真理拼命妖 阿曼曾的回憶劍 阿曼曾的回憶劍 有很多都是年輕一輩的馬作品 去年的成績 也是很理想 我們除了在動漫設 除了推出的成本書之外 亦都帶了這些成本書 去馬來西亞 去法國安古蘭的漫設 亦都成功簽了馬來文版 有英文版 包括了Pencil回憶劍 他拿到日本國際漫畫大賞的銀獎 亦都是去日本領了這個獎 另外 Jeebus Leung 他的Night Night 英文版的漫畫 亦都在意大利的Bologna 那書前 拿到漫畫類的特別家庭獎 我們看到 《廣漫動力》 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 香港漫畫的空氣 正在推動一些原創的漫畫故事 亦都是一個新的平台 給大家有一個創作的機會 今屆我們都再次再次 是繼續舉起第二屆 今次的十二本作品 亦都是有風格多元化的 大家看到 亦都充滿了各種不同的題材 有科幻的元素 有靈異 有好溫情 亦都是有好地道的一些廣漫風格 同樣 經過六個月的辛苦的製作 這些十本書 都是今年的動文前 會和大家介紹的 除了他們在現場 會和大家做一些簽售的活動之外 今年亦都會舉行一個 比較新穎的現場的 即席畫畫的展覽 會在廣漫風格D03的展覽 你會輪流見到這十五個漫畫家 在現場做一些LIFESHOWER的表現 相信會吸引很多漫畫迷 在現場去觀賞他們的功力 亦都在動漫設的第一天 會舉辦我們今次第二屆 這十五個港漫動力的頒獎 我們會選出五個作品 包括金銀頭的獎 最佳故事 最佳角色造型等等 同時也會封佈港漫動力 其中五本 第一屆的漫動力 五本的馬來分的授權 當時都會舉辦一個授權儀式 大家就會知道 有哪個作品 第一屆的作品 會出版馬來分的版 我們今次都會邀請到所有媒體 到時去參觀我們這個翻唱片 接下來我們想介紹一條短片 讓大家可以對這屆的作品 有更加清晰的印象 請過一陣 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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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多買一個廣告 除了廣漫動力之外 廣漫畫聯會有一個漫漫的漫畫一條街 已經是第四年舉辦 今年又會有十一位管理的漫畫家在住場 跟大家做一些簽售 還有他們的最新作品會跟大家見面 好,動漫再見,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